我早上先扔垃圾 垃圾 然后我再把垃圾桶 拿回去 我跟我狗说 等着我 等着我 它就等着我 这狗啊 是特别忠于主人 所以老友说狼狼 狼是特别依赖人的 特别依赖人 我每天早上出来遛狗 得带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这狗神 我的狗啊 几乎就没拴过它 为什么呢 它特别服从狗 特别服从口令 你用不着拴 因为它精神上 已经被我给征服了 当然征服它主要是靠这根狗神 这根狗神是总参狗队 养狗的 养军犬的 来 来 这呢 爹 来 这呢 找不着爹了吧 这小孩 现在呢 我老了 我脑子不行 它不去那 开这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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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为什么要往那走呢 那更偏僻 它早上第一件事是撒尿拉屎 所以它就爱往那种小胡同里边走 嗯 我有几个东西 一个是这狗神 嗯 我身上带着这狗神 就跟那个茶馆里边 送恩子 无祥子 我身上带着王法那似的 我老给他们提意见 说这个大扫帚 你别朝天 尤其春天的时候 你在这路上 这么一开过去 把那些沉通污垢 脏东西飞的 全飞在空气里边 你不是传染病的吗 你是把地给扫干净了 但你把天上的空气给污染了 但是他们是统一规定 奉上级之事 所以没办法 所以他们还继续朝天 我呢 就出来穿我这个老邓 给我的这个L6还是L7的 美军的衣衣 回家 我这衣服都不进屋 因为我路上 我知道 不知道我沾了多少脏东西 今天比昨天有点冷 因为刮风 刮的是西北风 西北风的好处呢 就是把雾霾刮走 坏处呢 就是挂来 黄尘碧日 我喜欢这种光线 早上的光线 由于我出来是追早上的光线呢 我就还带了一个照相机 这照相机套 是我自己给它配的是多么刻的套 里边的机身是老邓给我的黑卡 以前我认识不到黑卡的好处 现在才知道黑卡有诸多好处 真贵 我的狗在这玩啊 它比我认识的人还多 第三件事就是我兜里的书 我每天带一本书出来 这是发的 中国作家协会 发的 这书呢 我就看翻着看 别被时代给傲他了 然后一边看 如果我狗拉屎 我就会把这里边的 撕下几页来 捏狗屎 捏狗屎 这纸的质量很好 纸的质量很好 捏狗屎不会透过来 嗯 不会透过来 嗯 早上的阳光是影子特别长 适合摄影 嗯 适合摄影 嗯 对 嗯 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是曼妮,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叫他这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知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应用战斗制,到把反弄牌消灭干,经营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我一看见太阳,就有了力量, 嗯,我的狗也有了力量 嗯 我就绕了多少年了 我还带一个东西在哪呢 这个吧,我吃的药瓶子 我这个人,P大毕业,民主科学,得先生在身上,不是谁说话就信的 嗯,首先这药,美国专利,世界上哪个国家专利最多呀 哪个国家得诺贝尔奖最多呀 医学最发达,科学最发达,造芯片的,美帝 啊,我说这个美帝,呃,除了帝国主义之外,因为他是皇帝,是吧 王就是kin,若干个kin才能出一个皇 皇凑了多少个,才有皇帝 皇帝,你看那个美国专利第一多的是IBM 1990年的时候,IBM开始赞助我电脑,嗯,就是ThinkPad,ThinkPad它又分两个型 一个是T系列,一个是M系列,什么,什么,什么,I好多系列 其中T系列是最结实的 当时周国平跟我两个人都要去南极 南极呢,去考察 然后周国平也去找IBM谈,我也去找IBM谈 IBM就赞助了我,没赞助周国平,看爱,在这儿呢 为什么呢,那个IBM说,他是一哲学家 你是一占地记者,最结实的电脑,应该给最结实的人 所以IBM就赞助我 一直赞助到奥运会,奥运会的那时候 IBM把ThinkPad卖给中国的联想了 联想继续赞助我,所以我是联想的火炬手 我不但是联想的火炬手,我还是CCTV火炬手的评委 就看这人能不能当火炬手 为什么 我认为是两个原因吧 一个是我是P大毕业的 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是新华社记者 如果再加上一句,我是战地记者 记者多,战地的记者不多 是吧,躺平的多,战地的不多 我是战地的 怎么能说明是战地的呢 我是摄影的 到哪都照相,有照片为证 到我们这些岁数 像我这种就得靠作品 作品和为人传世了 你不能说我是P大毕业的 这种岁数还整天老说P大毕业的 肯定是假P大毕业的 你看这个药吧 我呢,我现在就老了 被傻逼住了 被傻逼住了 你说那个,我每天遛狗 我就老说,良心被狗叼走了 没招 是吧,良心没了 良心被狗叼走了 没招 但脑子 脑子 脑子 被傻逼住了 有辙 有什么辙呢 就吃这个 嗯 优沙纳 什么什么 完了你说你这是不是假药啊 你听到什么啊 这个 你看这是印着呢 这叫蓝帽子 实践背 这有标号 体育训练局 国家队运动员 备战保障产品 国家体委 我们国家是奏国歌升国歌 奏国歌升国旗 凹阳冠军 备战的凹阳冠军才能吃的 是吧 然后我那小学妹啊 皮大俄语系的 她是北大富小 北大富初 北大 北大本科 她把她妈都是北大的 她是毛新宇的同桌 她就质疑我 说你这个 你真吃这个 我可不吃这个 我前两年都傻逼了 傻逼了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就靠吃这个 它不是一种呢 几十种 当然我吃不了那么多呀 那么多得多贵呀 我一穷逼 我只能目前就是说 其他地儿都不治了 其他地儿都不管了 先把我脑子弄好了 我别被傻逼住 不能被傻逼住 所以我就只是吃其中的几种 只吃其中 哎呀 多好的台 今天那个谁 帮我设计 设计相机的 李君祥 小崔 和邓大笑 说在礼记 十点钟在礼记开会 我这边有四个礼记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礼记 平常我说的礼记 都是潘金尼那些礼记 都是潘金尼那礼记 今天星期天肯定来的人多 这人一多呀 就不便于说话 所以以后啊 说话开会还是开会 别自约在吃饭的地儿 一在吃饭的地儿 油大 油大 这十二海在 放风 也放水 把十二海里边 那个脏水都给放了 现在灌进的 都是干净的水 我的狗呢 放开 放开 嗨 你去哪儿啊 爹又找不着你了 然后就这个药 然后呢 我跟我一小学妹说 我说你呀 别看你北大长大的 你现在你住在东四 住在王湖江口上 但是你看升国旗吗 你看奏国歌吗 说不离我们家挺近 不就上中学组织的时候去过 是 我也是 我这是你想想 我这是十二海 我这是前海 我站在往前面一点阴定桥 阴定桥是后海 西海 后海 前海 北海 中海 南海 就到了天门了 我也是平常不去 不像外地人士 都来看 坐国歌 升国旗 嘿嘿 你看这小鸭子 这小鸭子 游的多好 飞的多好 因为湿海多干净 有洗地的 水里边有这捞 捞树叶的 真乖 走 走 没事 走 你随便走 先往哪走 往哪走 然后呢 但是真正有资格升国旗 奏国歌的 轮不上我们 为什么 我们身体不行 脑子也不行 你像李宁 是吧 他们才行 那都是国手 要想当奥运选手 比考上P大还难 P大光考试就行了 脑子就行 昨天我看一个 叫王柱什么呀 北大数学系的 就是残疾 一个胳膊拽的 他就一只小胳膊 我上学的时候 还跟他在一起 还打饭厅吃饭 老烹紧的 一个拽胳膊 但是天才 是中国奥林匹克 数学运动会的总教练 已经死了 得哀症死的 就像我这种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 我嗝屁着凉完蛋的那种 生命等在呼吸之间 我又走到这个 阴定桥了 我过桥呢 往那边走 就是后海 我往那边走 就是前海 一会儿老邓 是不是吃饭 这个礼祭 再往前面 就有仨礼祭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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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扭了 别扭了 快快 他想往后海走 后海一走走太远 我怕他走不动 现在老了 狗一年是七年 他十二年二十七十四 你算算 就等于八十四岁老太太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都悬了 庄子栋就没过七十三 那还是运动员呢 是吧 那时候庄子栋不知道吃不吃 这东西 哪呢我都是这个 这你看 优沙纳 保健食品 国家啊 国家保健局的保健食品有编号的 然后这你看更严重 体委 体育训练局 国家运动员 备战保障产品 这就说什么 你入选了国家队 你准备奏国歌升国旗啊 备选啊 你有这资格了才能吃 其他那些 入选国家队的都不一定轮得上 哎是吧 就像我这个 只能隔着电视屏幕 看人家奏国歌升国旗 嗯 只能隔着屏幕 都到不了场 到不了场就 最近听说有这药 嗯 咱身体不行 咱脑子吃点 别傻逼了 是吧 吃不了几十种 咱挑一种吃 让自己别被傻逼了 嗯 就是 良心被狗吃了 没救 嗯 脑子被傻逼了 有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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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啊 有辙 无辙 哦 刮大风那个刮大风 东南西北的刮大风 他好找啊 我这老了 我要说 这走得慢着呢 开不去 快走 人家在等着你呢 开 快 开 不去 说 他爸说你 走 真鬼 开开真鬼 对 我们是 文明的狗 就跟人似的 文明的人用拨用栏杆圈起来 不文明的地儿全是栏杆 车也车之间有隔离盾 人之间有栏杆 栏杆都拦不住 他不文明 文明的不用 是吧 我就他妈不文明 得把一狗神拴我脖子上 我还不如狗呢 这又有太阳 我们的队伍 像太阳 叫他这祖国的大地